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自也成为当红男女演员 如今三年时间过去 这对荧幕情侣又被撮合二搭 希望他们可以继续担任男女主角 谭松韵任佳伦被撮合出演江山维聘 江山维聘是一部古装大IP 将进行影视化的拍摄 剧组对男女演员的选择比较慎重 目标锁定在有经验 有热度的演员身上 于是任佳伦 谭松韵进入到剧方的考虑范围之内 他们共同主演的锦衣之下是经典 这就是他们最打动剧方的地方 再加上他们的口碑不错 公众形象积极正面风险低 使用起来会安心一些 这次尔大的意图是剧组准备制造的话题 三年过去 任佳伦谭松韵都成长很多 都可以独当一面担任大男主或者大女主 演技也越来越成熟 地位也越来越稳固 在此合作古装剧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火花 不一样的拍摄默契 再加上有他们在 剧集热度不用愁 自带流量是他们的优势 只是剧组撮合简单 真正的执行起来不容易 两个人都有各自的经纪公司 都有各自的发展安排 都有各自的工作计划 想要安排在一起 档期至关重要 这是需要克服的困难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即他们愿不愿意彼此而搭 任佳伦谭松韵避嫌比较严重 由于剧集的火热 任佳伦谭松韵被外界捆绑在一起 成为有热度的荧幕情侣 只是任佳伦已经结婚生子 不适合有亲密的表现 哪怕畏惧宣传也不行 害怕观众会入戏太深 于是他们选择避嫌 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一起做采访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男女主角都会挨住坐 到他们这里 直接分开两个椅子坐 中间隔住一段距离 同样是有说有笑 总感觉差点意思 上快乐大本营宣传的时候 作为男女主角的 他们并没有在一起亮相 只间隔住几位嘉宾 游戏环节旁观的时候 两个人挨住坐 依然保持一定距离 眼神的互动少之又少 等到剧集收关 两个人受邀参加 明侯堂的为爱尖叫活动时 同样碍于主办方的安排 两个人不得不站在一起 间隔的距离比之前更远 完全可以再站一个人 原本主办方安排他们在一起合唱歌曲 结果没有谈拢 只好单独现唱歌曲 让CP粉大失所望 第一场合作之后 他们之间的避嫌比较严重 面对这次被撮合二搭 他们的态度还不确定 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害怕被捆绑太深 二搭只会加深他们的荧幕情侣印象 获取一定的话题度 至于其他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毕竟人家轮婚姻 家庭幸福 谈颂运还没有结婚 谈恋爱 二搭后的风险也要权衡 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同意二搭 人家轮谈颂运被撮合二搭 说明他们有代表性 只是从避嫌的角度出发 还是不合作为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